256 星島日報 立會風氣較為小孩梁振英 差過台灣港最大挑戰不是無錢無力 2015年7月12日港民A04特首梁振英日前在立法會 答文大會上多次炮轟泛民拉布 他作出席電台節目時直指香港最大的挑戰非無錢、無能力 而是內部有很多阻力 批評目前立法會的敵罪較台灣議會更差 他強調拉布非他上任後才出現 但他及政府有反思行政立法關係欠佳 並會檢討工作 他由說目前無計劃連任 會先做好經濟、民生工作 公民黨郭榮鏗日前在答文大會上 質疑梁振英與立法機關關係差 他當時反駁指並非本人的問題 梁振英作出席電台節目時重申 早在上任前 特區政府而面對立法會拉布 圈話、摘密、頂香蕉 第一隻蕉肯定不是向梁振英行政長官訂 整個社會應反思 又指香港最大的挑戰非無錢、無能力 而是內部有很多阻力 至於他本人有否反思 他就說一定有 我們工作不能說做到盡善盡美 種種原因做得不足或者做得不夠快 我們一定會檢討 他由指 凡是他或行政機關可以做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事情 他們都會做 正如他在政改後主動若見泛民政黨討論經濟 民生是行 因為講到尾 幾乎所有施政舉措、建議 都是來自政府 是我們主動想出來的 我們都不想辛辛苦苦想一樣東西 準備好 渣 立法會 立法會不通過或者拉布 所以既然辛苦 就辛苦埋渠 不擇怪建制派脫落 不過兩真英話風一轉 將矛頭指向泛民 他指在設計上 立法會對政府的確有一定制衡 但拉布 叫囂等行為 他說有絲乃日前才向他投訴會教為細路 他又以台灣為例 台灣當年朱高正、立委 在台灣定結B衝出來的時候 香港人都在搖頭探飾 但現在爭幾何時 香港變得更差過台灣 至於與建制派的關係 梁振英指建制派在政改表決時脫落 但建制派致電他表示要解釋時 他並無責怪他們 大家在政改後會議面時也談得好好 不論時即將舉行的傳承清潔運動或審議創科局 建制派都非常配合 他指經濟 民生事項是建制派的強項 相信正改告一段落 大家可以有更多時間討論有關議題 梁振英今日訪問北京 與領導人回額 他指特區政府處理經濟 民生事項 部分政策需要中央和外地省市配合 其中一帶一路方面 他希望與中央商討香港可以如何貢獻國家 同時為香港的發展增添長遠動力 港人優先承受內地輿論他又提到 他上任後推出的港人優先政策 令他本人及特區政府都承受內地不少社會輿論 內地有人說 你香港不是自由港嗎? 為何帶多兩罐奶粉出境都犯法? 你香港醫生醫院行做 為何來香港生必必不行? 他繼續依據《基本法》處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強調中央一直肯支持香港 梁振英上任後多番被追問連任問題 直至今年3月他首度表明不排除敬續連任 但他俗在被問到會否各續連任時表示 連任問題現在無計劃 目前的工作就是做好經濟、民生工作 他又指作為社會的公讀 為大眾做事,應該謙卑 他參選特首前已擔任十多年行會成員 大部分時間出任召集人 長期在上兩任特首身邊工作 因此完全明白特首面對的挑戰及使命感 他會繼續應難而上